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在为他们解决问题 忘掉责任 忘掉的承诺人应该是韩市长 苦民所苦在打韩国瑜的世界梦 韩国瑜先生提到说世界忘记台湾这件事情 我想很可能是韩国瑜先生比较少出国 大概是他只是出入中国比较多一点 其实我们只要出国 大家讲到台湾都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不过这些金句不在总统的重点摘要里 眼看韩国瑜大放厥词 忍不住脱稿回应 反而让人眼睛一亮 证件会难得有看头 蔡英文我还是给最高吧 就是比较沉稳 然后也有回击一些韩国瑜 一些就是不实的一些说法 那韩国瑜你给几分 我零分吧 韩国瑜市长他的发表 我还是蛮印象深刻的 从哪个部分 就是他在后面说不要去攻击对手 不要攻击他或是不要攻击对手 但是他的第一轮 他都在攻击蔡英文总统 过去平平淡淡的证件会 小英总统放大绝反而成为亮点 总统为了证件会闭关两天密集特训 又有火力还要有肉 除了总统府发言人小组丁允公张敦涵 外加进办林赫明之外 特别的是法案部分 陪练员是他 跟总统一起进场的立委李俊逸 法案相关咨询担当 陪练员够分量 也让英韩送首战被注意 三练新闻葛子刚 张家轩陈娟会的报道 昨天的证件会 刚刚随便问到路人 那大家都觉得说 蔡英文的表现比较好嘛 可是大家也要问说 到底为什么韩国瑜 他昨天的表现 让大家觉得有点心神不宁 好像表情也很沉重 我们等一下来讲 不过我们先来看到 就是刚刚讲到的 韩正英说 这次大选恐怕会发生两颗子弹 2020版 然后到时候蔡英文就会宣布戒严 当然刚刚大家是觉得 说这可能性不高 可是为什么韩正英 要放这样的话出来 这应该有目的的 有 吹票 吹票 我是跟你讲吹票 那么讲 在台湾的选举史上 这个对不起 这不能笑 这个要严肃一点 我们发生过两次枪击案 一次是2004年 一次是2010年 平心而论 2004年 那个票数差在3万票以内 没有人可以猜 所以两颗子弹 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 可是你有办法算出来说 到底是对蓝的有利 还对绿的有利 没有人知道 对 我只能跟你讲 没有人知道 2010年有一颗子弹 当事人还活着 连胜文 那一颗子弹发生的时间点 就在投票前一天晚上 对 他是对当年的民进党有利 还是对国民党有利 你要怎么去看待那一颗子弹 如果你认为两颗子弹 是民进党自导自言 那请问一下 连胜文的那一颗子弹 今天我也要讲说 是国民党 我要讲是马英九总统 自导自言 这样对马英九总统 他能接受吗 可以这样子讲 发生枪击案 当然是一个非常严肃 对民主政治 是个非常严酷的挑战 但是 我没有看过有人 落后的人事先预告 预告说有两颗子弹 习伟兄 周习伟 从清明党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 他对2004年的经验 当然印象深刻 因为是延宋佩的时代 可是当习伟兄 你要讲两颗子弹 你要去隐喻一些事情的时候 难道你忘了 2010年的一颗子弹吗 该怎么办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刚刚瑞德所讲的 这是我们的国安局 我们的这些 总统候选人的随护们 无论如何 一定要保护好 你的当事人 尤其是韩国 我们在韩准总统 韩市长的随护 有任何一个枪声 对于台湾民主政治 影响重大 你们一定要保护好 你们所要保护的当事人 这种事情 就不是开玩笑的 可在政治上 距离投票只剩下20几天 很快就不到三个礼拜 对 这个就是告诉你 吹票 吹什么票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 当然不一定那么精准 如果把6月1号 国民党初选韩国瑜的 第一次大造势 号称40万人在凯道 那个时候的韩国瑜 是大于蓝军板块 9月8号 韩国瑜为了压抑 郭台铭的独立参选 在二重数王道又有一场 号称30万人 我个人 这是我个人判断 当然可以有不同意见 那时候的韩国瑜 大概跟蓝军板块 只能大概差不多 差不多 在我几天 就是高雄市挺韩 霸韩带我行 对 现在你可以直接讲 韩国瑜的板块 远远小于国民党的板块 或者蓝军的板块 他是落后的人 落后的人这时候怎么办 可是我必须这么讲 你用子弹拿出来 作为一种心理上的恐吓 或者心理上的动员 那是一种仇恨动员 那是一种恐惧动员 那是很不道德的 没报啊 没报的时候 这是国民党自己 自己要去面对的 因为你那么讲 2020的选举 只是一场输赢 国民党不会永远永远 是输家 你如果回去来看民进党 2008年的民进党 曾经被人家认为说 它永远是输家 可是我永远记得一句话 这句话不是国民党人告诉 国民党人告诉 也不是民进党人告诉 告诉我的人是 马英九总统的核心幕僚 他们对2008年的民进党 有一句话 那句话叫做败而不愧 当然民进党并没有 马上四年后就爬回来 2010年的那一颗子弹 让国民党在六都里面 还是维持优势 对不起 当年还没有桃源 民进党一直要重返执政 毕竟还是花了八年的时间 他就选举也好 政治也好 政党的人体 民主的运作 他就是必须 你要一步一脚印的去做出来 可是如果今天国民党 你只是为了一场的输赢 你用子弹出来做恐吓 你是不会进步的 所以听得进去 听不进去 其实我也不用抱那么大的期望值 因为国民党今年的实验 韩国瑜要负一步的责任 他的党主席吴敦 要负一步的责任 放纵 纵容用子弹去做选举动员 这个后果你最后还是要自己面对 因为你会失去中间选 好 博文哥 那你怎么看 如果这两颗子弹是 像刚刚东豪哥讲的 仇恨式动员的话 那是不是反而中间选票会流失 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 背后的动机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遗憾 而且非常难过 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选举 选到最后 我认为有任何的不良的企图 暴力的行为 我们都要严加遏止 那我也认为周席伟 如果他有提出这样的警语 那显然他有听到怎么样的风声 我是希望他主动提供给国安单位 或者国安单位应该要主动去 请益周席伟先生 你这个消息讯息怎么来 应该是真的有风声吧 怎么不可能捏造吧 那如果有这样的风声 那一定要提出来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 不是优关这个人 这个是跟国家整理 国家安全有关嘛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倒是要讲 就是说 如果真的假设真的 他有听到这样的风声 那到底来源是怎么样 要弄清楚 否则这个很容易被模糊是非嘛 搞得一步好像 这个有人刻意要操作 尤其是从这个韩正寅提出来 那是不是暗示说 是这个蔡正寅这边 会有什么操作 我觉得这都是不道德的 所以把来源讲出来 到底哪里的风声 到底怎么样 我相信可以赶快查清楚 否则的话 我觉得到最后 那种风声鹤唳 搞到大家那种很紧张 其实国安特行人员很辛苦 如果再加上这种 似似而非的这种风声 不断耳语相传的话 我觉得到最后 最后真的会累垮 这些国安特行人员 那另外我认为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暗示方式 也不好 我坦白说 以现在目前的民调看起来 就是说差距 双方差距是有一段距离的 那如果说对方是暗示说 好 蔡振颖这边 好像刻意在运作 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我觉得那是急不道德 因为假设万一发生了 这个不幸的事件 对 这个选举停下来 对领先方没有任何好处 是啊 领先方当然是希望说 这太乎有什么好处 照表操课 按部就班 把这个选举 平平和合的结束 对 怎么可能会 领先方还去 有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我认为 如果韩振颖 有刻意要操作 这样的一个 一个刻意要抹黑或污蔑 这个蔡振颖的话 我认为是可遏止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赶快把你的风声讯息 或者任何的管道 你赶快通报国安单位 立刻做遏止 那我觉得台湾 这个民主 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我们不希望这次 又是因为什么 任何的一颗子弹 我特别再强调 过去他们每次都讲到 这个319的两颗子弹 每次这个两颗子弹 事有事务的 就是在栽商民进党 说是民进党自导自言 你不要忘了 当时侦办两颗子弹 就是现在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你可以公开或私下 去问他都没关系 侯友宜一定会跟你讲 保证319枪击案 就是如他所侦办的结果 这个事情 当年真的是一场噩梦一样 就现在呢 在韩正营又提出说 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让大家就觉得会怕 是不是 就觉得说 当时这情况难道又会出现 然后而且又出现很多的变数吗 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讲 是仇恨的动员吗 如果说真的首先有资料 是不是赶快提供出来 赶快去查 对不对 好那我们再回到昨天的政见会 我们看到的韩国瑜 他不是之前一直打庶民牌吗 昨天蔡英文就打脸他了 他就说 韩国瑜讲了很多庶民啊 苦人啊 但是他当选高雄市长 原本有机会替高雄好好的做事 却选择落跑 追逐个人的权利 他说高雄发大财了吗 如果没有 凭什么证明他当总统 台湾就会发大财 他为了苦人跟庶民 到底做了什么 他只是把苦人跟庶民 拿来当成选举工具而已 所以就狠狠地打脸了韩国瑜嘛 选前最后一天嘛 那天行程是从高雄出发 早上从高雄出发嘛 一路到台南 那原本是晚上要到台北 到原来的原山足球场 要办一场选前置业嘛 那因为那天是中午 刚吃完午饭出发 刚从铁定 就是台南跟高雄的交界处 出发没多久 进台南市区 那因为我们 我们记者的车子 就在陈水扁吉普车的后面 他的后面是衣冠的车 然后我们就在衣冠的后面 所以其实那个过程 我很清楚 那个对台湾是一场 很大的梦魇 还好台湾的民主 经过那一关的考验 我们虽然有混乱了一段时间 但是整个民主 其实还是照常运作 所以我不希望 今年的选举 或是说以后的选举 有任何这种干扰 选举的事情发生 当然我同意博文说的 我认为这个国安单位 应该主动去跟 周锡伟先生请议 说那你的情资 是哪里来的 你是不是提供给我们 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 台湾的选举 大家可以竞争 但是不要有这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 那再来谈就是说 韩国瑜昨天 为什么心神不宁 我觉得因为昨天正好 两个周刊初刊 结果两个周刊竟然 不约而同 丢出了一个粉红炸弹 就是所谓的 我的研判 韩国瑜昨天心神不宁 感觉有点焦虑 可能跟这个粉红炸弹有关 觉得脱不了关系吗 因为这个完全超过他的预期 他大概也没想到 突然在 而且就在政见发表会的 当天早上 出现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 对韩国瑜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认为韩国瑜想的 跟我第一时间想的 一定同一个问题 就这位王小姐 为什么现在要主动 接受媒体的访问 对啊 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可以就闭嘴不讲话 而且倩平其实 这段期间 这件事情大概上一波 到现在应该三个多月了吧 这三个多月然其实没有人去提这件事 对啊 大家好像绝对自己过了 昨天没有这个访问出来 我们都已经忘了 有王小姐这一号人物了 今天不是说 他被狗仔拍到 不是哦 观众朋友 是他主动跟媒体联络 说你们可以来访问我 那好奇怪哦 对 好 我想请教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到底是什么 这也是韩国瑜在猜的原因 我的研判 因为 以他跟王小姐的熟人的关系 你看都可以六百万 不用任何的单据 就可以这样钱会来会去 应该交情非常之好 那 以王小姐在媒体工作过的经验 大概也不至于不知道说 这个时候 去吵这个事情 对韩国瑜只会扣分 不会加分啊 当然啊 你觉得昨天那个事情 对韩国瑜有加分吗 一点都没有嘛 而且还搞到另外一个加分 也不太开心嘛 就是 你什么时候拿六百万出去 我怎么都不知道 所以你觉得是女性的复仇吗 我可以这样子推测 就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看过一电影叫 女王风的复仇 我不晓得是不是类似 这样的情节 我觉得 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动机 当然 它里面过程有非常多 不合常理跟不合逻辑之处 比如说 我跟何博文 一起投资 但是我没有钱 何博文去跟罗伟元借钱 然后后来呢 何博文要买房子 说你钱要赶紧我 那照理说我钱我就赶紧他 我有什么还要赶紧他 他还赶紧他 对啊 这个钱这样转来转去 通常我们知道的 就钱这样转来转去 通常就是希望 让人家查不清楚 这个钱的最最初的源头是哪里 或者是称为洗钱 可是韩国瑜这个情节 又不像洗钱 对 因为他讲说我是卖股票 那卖股票这是很正当的 我卖股票的钱 我就直接还给当事人就好 直接还给他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转到二姐那边 然后二姐再转给这个王小姐 然后王小姐拿去买房子 可是这个金额感觉又都不太起来 韩国瑜说我还他六百万 可是二姐只会了 好像四百八十万给这个王小姐 那等于说王小姐买房子 自备款也一百二十万 那也不对啊 因为六百万的债务 是你跟王小姐之间的关系 那怎么会跑到二姐那边去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有太多不合逻辑之处 而且我觉得这个最讽刺的一件事 就是韩国瑜昨天在证件会讲说 豪宅的事情 他说就我跟我太太投资失利 所以认赔杀出 然后他六百万去投资LED又失利 然后他一直告诉我们 他要让大家发大财 你自己都赔钱 你还渴望说 指望说我们会相信 你可以给我们发大财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昨天我在拆他的证件会 可能一直在想这一件事情 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王小姐你到底怎么了 你为什么要接受媒体的访问 照理说王小姐是他当年的麻吉 我不知道说他现在两个人关系 现在应该也还是麻吉吧 对 那为什么一个麻吉 会跑出来讲这些事情 而且是对韩国瑜来讲 是杀伤力很强的 所以最可怕的敌人 通常不是来自对方 我们先来看看 到底这个事情到现在发展成 什么样一个状况 带你来了解 失业的韩国瑜没闲着 一样要努力赚钱 他所谓的小小投资 其中一个就是想排咖 王小姐筹来的 2011年韩国瑜和黄文财经 有人介绍投资台商的LED公司 还去对岸考察评估 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 基本上韩总跟我是没有钱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投资的 那时候我们是讲好 就是说钱 是王小姐这边负责来出 然后赚钱的话 就三个人分 然后赔钱 赔钱就我跟韩总两个负责 这600万不仅没借据 两年间也没算利息 这交情和信任度可见一斑 毕竟600万不是小数目 加上韩国瑜先前实验那么久 但回头看他身材轨迹 杨建宁今年花4100万 买板桥豪宅脱手时大赚1600万 但2010年他买内湖房产 就花了3900万 南港更是花了7300万 2012年虽然才上任北农总经理 依旧有能力还出600万 他卖股票 现在你总是要还钱 那是怎么办 这个投资在你不要不知道 应该不知道吧 应该不知道 对 连我老婆都不知道 2009年全球LED市场产值高达 80亿美元 走一天往吴宗宪也赶上那一波 但后来卷入掏空案 还被判刑 如今韩国瑜投资网市 再被重提 意外爆出连泰作都不知道的秘密 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个事情很奇怪 就是说为什么韩国瑜跟王小姐 既然他们是算是这个 已经算是麻吉的关系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事情 大家已经有点淡忘了 但王小姐自己又愿意 接受媒体的这个专访 然后黄文才讲的话 好像对韩国瑜没加分 也有减分 那韩国瑜又为什么对 这个王小姐的家人 非常的好 还帮他们安插一些职位 这当中有很多的疑点 来 惠敏 其实我觉得那个李嘉芬 应该是里面最生气的一个人 到现在应该还在火大吧 应该还在生气吧 因为就是简单说 就是怎么会有一个 自己的枕边人 他在有这么大的一些资金往来的时候 他自己是毫不知道 那我也觉得很好奇 就是因为如果是你在那个报税的时候 他们夫妻不是合并申报吗 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空的钱 可以另外藏在什么样的地方 可以去让他这样子运用 这我也觉得很怀疑 难道他们是分开申报吗 这也很奇怪 然后刚刚其实连煌哥有讲到一点 我也觉得很关键 就是他一直讲说发大财 可是他从头到尾 从房子开始一路 每个投资没有赢过 就是每一个投资都是撩起 然后我就不知道说 他如果讲的话 是一个失败的投资客 那失败的投资客 老师告诉我们说 他要这样做 其实是很奇怪的事情 然后那个王小姐 其实真的是已经有一阵子忘记他了 就是忘记有他的存在 那他现在又再出来 我觉得以一个女性的心理上来讲的话 首先是说 能够这样子 一定有很强的信任关系 因为借贷是一个很大 投资是在只有自己比较熟的人 才会一起来做 那通常我们也知道说 投资失败以后 如果翻脸的话 应该是说 马上就不相往来 也不太可能说 隔这么久以后 现在突然气起来 抓起来 说要怎么样 那我觉得还是中间还是有很多事情可能发生 但是是我们不知道的 那至于他是不是要拿这个来打击韩国瑜的选举 我觉得也不尽然 因为韩国瑜的选举已经就这样了 应该也不能怎样 对对对 那目的到底在哪里 对啊 所以我觉得私人的情绪可能会蛮多的 是私人的部分 好 委员你怎么看 你看王小姐主动接受媒体的访问 然后呢 黄文才又说 李嘉芬都不知道 就这些是他们自己要放出来的话 那到底背后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的了解是这样 应该是一周刊已经有查到说 那个他跟那个王小姐之间有那个之间的往来 那一周刊去找王小姐 那王小姐他好像也是被动的被接受访问 他也可以不要讲 对啊 他事实上他也是可以 可是以其让人家这样去猜 让人家去讲的话 倒不如面对面站出来 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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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我这个就是一个投资 那应该也问过韩国瑜说 可不可以讲 因为外界一定所谓 因为影射的时候说 那个好像是韩国瑜买 帮他买房子给他钱 那假如他没有出来讲的话 周刊写出来说 韩国瑜给钱 让王小姐去买房子 那李嘉芬不是跟气吗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一个投资 投资失败 投资那个的还款 不管说大家对他的一个资金的往来 有什么疑虑的话 可是最起码还有讲的 这个是我们共同去投资那个LED灯 那当时讲好就说 那个料的都拿韩国瑜跟房东西 帮他买房子 但是料嘛 所以他就 各位你有实在这种朋友给他介绍一下吗 料的都算他的 帮他买房子 怎么这么好呢 这个有时候会啦 有时候我们也 我也想要知道 没有 我骗起来比较像照片手法 没有啦 我们也碰过 就是说他 因为他当时有时候有些是要资金嘛 那需要资金的时候 你自己不够嘛 就说来来来 而且他抗好嘛 他怎么知道他会判断错误嘛 所以他认为他就抗好 所以他才说 你来 你出出金 贏的 那个算我们大家本 后来算他的 也有可能啦 这不是说不可能 有时候很多东西 当然我们说哎呀 好像微夫长情 可是没有违法啊 对不对 他就是这样子嘛 那你今天你出来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要引射什么 比如说你一周刊 你报这个 那你到底要引射什么嘛 那现在韩国 韩国裔的险情就是 以很多的那个民调看起来 好像落后很多嘛 那假如说落后很多 那对假如真的啦 真的如民调所讲 因为韩正宁的人都不相信 外面的这些做的民调是对嘛 他们都认为说他们会赢嘛 所以他们才会赢 所以才会谈到说 319枪击案 那个那个 那个2.0版 会发生 所以你的意思是韩正宁 他们自己觉得应该会赢 所以他才会这样子放话 因为你想想干嘛 是只有赢的人 才不希望停止选举啦 对不对 因为你假如发生了枪击案 那当然就停止选举 就好比 那个那个 我们上次那个 那个林宋在选的时候 跟陈臣在选的时候 那个319枪击案 其实当时是很多人建议说 林宋说 那干脆先不 停止选举嘛 那时候很多幕僚都讲说 因为像一片混乱嘛 而且还有那个 那个人家人家那个就干脆就停止选举 可是那时候林宋那时候他们的民调 他们会赢的嘛 那就是感觉说 又误判了又误判了 感觉我误判了 我那人要停止选举嘛 我当然就是 就是选到底吧 所以才会那个包括 连那个什么晚会啊什么都 都出场调才会 才会搞成这样子嘛 那现在假如说 那个 蔡真盈 那个蔡英文他认为他赢了 那当然他最不想停止选举嘛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各个地方的一个判断 那你今天假如说好 那个王小姐出来 出来讲说 哎呀 这个 这个他的那个 好 钱的问题啊什么东西 我是觉得我可以体谅 我可以体会到王小姐心境嘛 那他就是叫人 跟他乱下乱讲 我到外面我自己面对面来讲啊 那这样是不是就这样那个 那至于他讲的你说 是不是对韩国瑜真的有不利 那这个也未必嘛 你信的人还是信不信的人 还是不信嘛 人家怀疑说 哦 你到底是怎样 但是 那个最起码 对那个韩国来讲说 有交代嘛 所以交代这个不是跟他那个 他帮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王小姐买房子的钱嘛 是人家就是有债务救护嘛 就是毕竟还是可以交代的 毕竟还是可以可以有那个嘛 所以有时候很多东西 你就是面对面 那个当面迎战嘛 当面迎战也不是什么坏事嘛 都好哥 不要让人家在那边东拆细拆的 我要请教一下这个经验丰富的东豪哥 这当然是女性的复仇 哪一种之间 女性的复仇 还是说是他为了韩国瑜好 想说不要再这样 无缘的软息 把这个干脆来讲清楚 我怎么讲发生这种事情没有 只要事情一发生就没有最好的解决方案了 那韩半到目前为止处理 我只能讲说 到目前为止韩半处理方式是杀伤力降到最低 就是让这个事情谈不下去 让这个事情谈不下去 就是说只要王小姐不要再继续讲 这个礼拜给你吧 只是不幸的是这个礼拜会遇到12月20日 那王小姐一直讲说是投资的投资实力的钱 这都没有问题 这都没有问题 我先给大家把我知道的过程讲给大家听一下 一周刊有声明 这个没有透过国家机器 他们自己找到了王小姐的家 对 他们到他家按了门铃 没有人回应 他们留了名片 好 那周二中午 就在中午的时候 这个王小姐回电 回电的时候开了几个条件 第一个他不接受拍照 就用电话直接访问 关键字这六百万跟韩国瑜 那么讲 在所有法院的资料里面 没有韩国瑜这三个字 你大概有听到一些耳语说 韩国瑜帮王小姐买了一个房子 那个叫谣言 王小姐这通电话 证实了这件事情 有一个六百万 有韩国瑜 然后再解释说 这是因为当初要去投资 然后王小姐先出钱 韩国瑜那时候手上没钱 事情会爆成这个样子 还要配合 好了 韩文才委屈一点 因为昨天 韩文才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讲了关键字 李嘉芬应该不知道 对 我太太也不知道 这两个男人 韩文才跟 太太都蒙在鼓里 跟韩国瑜 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认识 韩国瑜当立委的时候 文才是可以去当他的助理 那后来文才又到新闻界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背叛韩国瑜 只有一个人不可能 那个人叫黄文才 我这么讲 所有的人都可能 对不起韩国瑜 就是黄文才不会 在韩国瑜最落魄的时候 黄文才还会想办法 用他自己在新闻界的人脉 帮韩国瑜找出路 那个时候压根没有北农的事情 甚至为了要帮韩国瑜找个出路 黄文才找到国民党高层的第二代 用尽各种办法 后来才有北农的机会 2013年的1月 黄文才接任了北农总经理 2013年的9月 王小姐就买房子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社会阅历 你自己小心想 我要借个女性的朋友600万 我没有让我太太知道 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不要让她交文不交代 为什么韩国瑜的表现是那个样子 电视证监会 下一个关键时间叫做 18号李嘉芬要回台湾 同一天是电视证监 李嘉芬不知道这600万 该被骂到臭头了吧 我不知道他们夫妻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李嘉芬不知道 距离投票剩下20几天 你礼拜六有一场大场的挺寒造车活动 我现在讲得更白一点 当文才说李嘉芬不知道 为什么必须要讲 文才没有那么傻 红文才不笨 就想说他为什么要爆出这句话 他不是他没办法 他必须要讲 他必须要讲 断点啊 这个事情有些必须要 要让他停下来 他只能在 就是已经造成伤害 只能让那个伤害变成最小 我们也在猜啊 王小姐到底要干嘛 我直接那么讲 我们那时候在 昨天在谈的事实上在谈的时候 如果今天是要钱 讲得白话一点 如果今天要用这种事情 恐吓韩国瑜要要钱 他不能打电话给周刊 我看我们自己跑社会的 要恐吓取材 我要去跟周刊爆料 我绝对不会跟周刊先讲 我一定是先跟你讲 当然 我要爆料了 周刊来找我了 李嘉芬要出力 出力后就不爆料 对 都已经爆料了 我怎么跟这边要钱 所以不是为了要东西 好了 那王小姐不是为了要东西 他为什么 他会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再过来 中午电话采访完 下午 韩半主动 被动知道这件事情 知道王小姐受访 他回电 韩半那天下午 礼拜二下午 开始做危机处理 当然不可能 太多人参与 这个事情太敏感 他只会很少 他只会很少 能怎么处理 李嘉芬在飞机上 不晓得搭机了没有 韩国瑜知不知道 知道 唯一整个办公室里面 唯一可以跟王小姐对话的 那个叫黄文才 你能怎么办 发生这种事情 这个王小姐 消失了几个月 国民党出选期间的时候 吴子佳这样被告 讲人家生小孩 礼拜三还有一件事情 吴子佳跟韩国瑜的案子开庭 弄了他都好 电视证件 李嘉芬回台湾 吴子佳出庭 怎么这么巧 这个时间怎么算 要怎么解释 我当然会要猜 王小姐有不同的想法 他不是要帮韩国瑜 他不是只是要澄清那件事情 如果王小姐今天不讲出 韩国瑜三个字 没有任何一个媒体 敢写这个事情 是啊 他事情就这么简单 那你看到韩半人怎么处理 尽量让你不要再谈下去 他只能做这样子 所以他背后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好那我们稍微来 我们也要来看到 就是有关于12月21号 不是有罢韩跟挺韩的游行吗 但现在呢 这个罢韩的WeCare 游行影片被高节下架 盈利很不满 他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白色恐怖 另外呢 韩国瑜这边竞选报公室 已经公布了他们挺韩大游行的流程 中午12点开始 而且是韩国瑜全程参与 我们稍微来要来看看这场大拼顶 马上回来 回到前情新台湾 WeCare要宣传21号的罢韩游行 所以他们就做了影片 跟高节月台脱播广告 可是昨天突然间被下架了 而且是无预警的 发起人引力就很生气 他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影片跟选举无关 也没有任何罢免的字眼 为什么就这样子被停播呢 是不是有国瑜机器介入呢 副市长叶匡时就说 他们没有干涉 可是那为什么不能够播呢 高节后来是解释说 因为有人检举才会停播 我们先带来看看 12月21号 大家一起站出来 WeCare台湾大游行 15秒广告宣传 呼吁大家站出来 影片也在高雄捷运月台脱播 但周三悄悄被消失 为什么在昨天 在我们游行的前夕 突然被下架 难道没有国瑜机器吗 这一影片被下架 背后不单纯 以WeCare向高节 乘租月台的广告脱播 14号周六开始播放 原本预计播到21号 游行当天共8天 但影片才播到第4天 就突然被下架 WeCare质疑 曾智利黑手介入 也痛批白色恐怖 故意卡游行 这影片本身只是很单纯 我们去年游行活动的一些剪辑 里面也没有出现 任何政治性的与会 跟选举无关 也没有出现任何罢免的字眼 高节向他们说明 是遭到有人检举 才会遭代理商下架 海员广告内容播出前 无需审查 他们不知情 跟他们无关 也实际求证代理商 以开会为由 未取得回应 WeCare不解 影片非选举广告 只是宣传游行 为何不能播 是高节接到检举 所以他去跟代理商讲 那高节是老板 我相信如果没有高层的受益 他也不敢这么做 我们高雄市政府 是根本没有能力 也不会去干涉 高节的运作 高雄市府澄清 绝无介入 但影片在霸函游行前 高节已遭人检举 脱拨伤 暂时下架 使机敏感 进拨理由 也让WeCare 错愕难以接受 三星王大 卫红属珠 高雄报道 好 我们看到 这个WeCare的游行影片 被下架 他们就觉得难以接受 里面也没有特别 讲到什么罢免 没有理由的被停拨 所以引力就觉得是 犹如白色恐怖一样 好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霸函的声势 真的是很强 昨天总统政见会的时候 三个人在台上 互相的交锋 但同一时间 霸函活动 在高雄车站外面 如火如蹄的举行 反韩人场 你看看 这么多 大家都大喊着 光复高雄 这样的口号 可是我们看到 韩晋办这边 立刻就公布了 挺韩大游行的流程 说韩国运会 全程参与 这个时间是 中午12点开场 下午3点半结束 全场唱六首歌 那六首呢 快乐的出行 耀眼新蓝天 我相信 还有无敌铁金刚 庶民总统 我现在要出征 然后就说 韩国瑜会全天 全程都会参与 而且会发表演说 好 但在这个时候 大家就想说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 全程参与呢 这背后我们 什么样一个目的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说 现在有人传出 有什么两颗子弹 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能会出现 那这样的状况 会出现的话 那韩国瑜 去参加这样的游行的话 会不会这当中 有什么样的 让大家有一些联想 来 我先讲一下这个广告的事情 高杰的说法是说 有人检举 所以代理商下架 对 高杰你一次讲了两个谎言 为什么 第一个 代理商 他跟这个WeCare 是属于这个商业行为 就是说 除非今天 你的广告脱播内容 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我才能下架 要不然的话 代理商要赔钱 因为你会太账 脱播广告是要付钱的 随便一个人检举 就可以这样被下架 这是第一个谎言 第二个谎言 倩平讲得很好 那我呼吁 所有高雄市所有的朋友 你们就去高捷 每一支广告 每一支都去检举 看看明天会不会没有广告 你这什么屁话 有人检举就可以下架 那你高捷 难道都没有判断 是非的能力吗 今天我知道 所有各个城市的捷律系统 它的脱播广告 有一定的规定 什么样的内容不可以 这个我们想 都要遵守规定 好 既然已经上去广告了 代表说 这个广告内容 显然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说 有些事后才发现 那可不可以请高捷 告诉我们 这一支广告 We Care这支广告 哪一段或哪一句话 或哪一个片段 违反高捷广告 脱播规定的哪一条规定 你可不可以把它讲清楚 讲清楚 大家没话讲 这一段可能有什么 违反我们哪一条规定 你讲清楚 你就这样一句话 有人检举所以代理商下架 然后叶匡时你 你不能骗多行 高雄市政府对高捷没有影响力 请问高捷监察人谁派 之前韩国瑜不是在派一个 那个他的好朋友 也是好像开一个特种营业场所的 一位小姐去当监察人 那你都可以派监察人 你说你对高捷没有影响 没输了骗多行 所以我觉得你从高雄市政府 去搞这个小动作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瑜对于12月21号这个游行 他有多在乎 因为通常像这种总统级的人选 在这种大造势活动 通常他很少全程参与 一方面时间很长 总统候选人行程很满 第二个他有为安的问题 因为你要走这么远 他有为安的问题 而且现在还说什么两颗子弹 对他有为安的问题 所以通常总统候选人等级 大概就是最后 大家群众都照一个定点集合之后 可能上去做压轴的演讲 这个大概是我们常看到的局面 那他今天他要全程参与 表示说他很在乎这一场游行 他在乎的不是他的总统选举 韩国瑜现在是三分选总统 七分保市长 他很怕市长被罢免掉 所以主要是在保市长 对他是很怕市长被罢免掉 所以他才要全程参与 但是韩国瑜你那歌曲最好换一下 因为第一声歌 快乐要出帮你知道 那是什么人的歌曲 那是夏中丁每次出场的时候 一定要演奏的歌曲 主题曲 你是在帮谢长廷辅选吗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非常在乎 12月21号演讲 所以你看 他之前开过一次记者会 今天韩半再出来开一次记者会 可见你从大家回顾起 他从开始参选总统到现在 有哪一个单一事件或哪一个活动 是他如此重视的 可以开两次记者会 我印象中就只有这一次 就证明他在乎的 不是选总统 而是要保市长而已 好所以到时候 在那天韩国瑜他会亲自出来 然后跟大家全程参与 那所以大家会想说 你到底是不是为了保市长这个位置 更何况另外一半的 这些罢韩的人 也是你的高雄的市民 你是不是自己这样现身 摆明的跟市民的运动 在做这个对抗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继续谈 好那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就来看到 这个1221当天 有挺韩的有罢韩的 那现在韩市长已经说 他要站在这个挺韩这边 而且是从头到尾都在那边 那大家就想说 你其实是这个高雄的市长 那你是不是亲自现身 这样子一场的这个游行 你也摆明了跟另外一边 市民的运动在做对抗 我先请教一下高雄人 好现在大家怎么看 其实我刚刚觉得 那个捷运那个广告 其实下架广告这个动作 比看广告更有动员力 真的更有动员力 因为韩正完全误判情势 对高雄人来讲 我们就在等1225以后 可以开始 我们启动我们的罢免的行程 那总统有全国在顾吗 那但是高雄的罢免 这件事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出一口气的问题 因为这一年来真的很痛苦 那其实韩国瑜在 他昨天政见发表会上 不是拿高雄政绩来当作 是自己说嘴的一个东西 但我必须提 他真的有一个政绩 他那个政绩就是要 让高雄的直接民权 可以在这边做一次 很好的尝试 因为这几天其实包括自己的服务处也是 有很多来参与罢免的朋友 其实他们是像是年轻妈妈 有一个年轻妈妈在晚上12点多 冲进我的服务处要贴纸 然后也有说 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报名 哪一个队伍才能够可以 那这个其实都会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很多都会是第一次上来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是 完全是韩正英是误判情事 好 所以他们可能是误判情事 尤其我们刚刚也给大家看过这个板子了 因为这上面就有高雄车站 你看看昨天政见发表会的时候 有多少人在这边排队 大家要干嘛 你就是要这个光复高雄的贴纸 那也就是说大家不是没事干 他可以回家看电视或干什么 他为什么不要 他就在那边排队 对不对 所以高雄人现在是真的是非常的火大 我们蓄势待发 蓄势待发 就是受不了了 一定要表现出来 已经等了这么久了 好来 来伯恩哥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大游行 韩国瑜阵营应该是有吓到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光是领那个贴纸 我是听影历那天讲说 好像他们贴纸 光是贴纸就发了20万份 那最重要是 你去看那些去领贴纸的人 那不是坐油缆车来的 那不是说什么东西 而且那一看就是 就是在地的年轻人嘛 那这种力量是最让韩正寅会觉得恐怖的 所以你看他无所不用其极想要去打压 刚刚这个高雄市政府说 那个高杰 高杰公司跟我们没有关系 这根本是鬼扯 高杰公司是 几乎是百分之百关股的 这个怎么会是没有关系呢 第二个 我认为高杰这个部分 因为你既然已经跟人家签了约 这就是一个商业行为 你怎么可以用政治力去把人家下架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 高雄市政府这个才是真正用国家机器 他们这叫国瑜机器 我觉得是有人在施压 当然是有人在施压 这很明显的 那我们讲这个是有凭有据的 那你看像 那个之前我们不是讲到说什么 那个周刊出来 说什么那个是国家机器在动作 那根本就是鬼扯 那个是真的是有人去爆料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这个We Care这个所有的游行 坦白说真的是自发性的 我是觉得人家12月21号这个日期早就已经定了 那定了那么久 那你刻意在今天 同样在12月21号 你也要办一个所谓挺寒大游行 这个让我想起 这个索罗门网那个故事 说在争执说这小孩到底是谁的时候 你怎么会突然又要去扯那个小孩的一腿 那你真的是爱高雄吗 所以我认为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真的呼吁 10月21号第一个 所有的民进党党公司 真的没有人什么去被要求动员 能够去的就是主动去 就是看不下去这样而已 第二个就说 很多人说那你为什么不叫他们停 至今也不是我们出的 我们叫人家停 引力士文化人 他也很有构性 那这个正可以证明说 这跟民进党没有关 而且我坦白说 以目前的民调来看 我们就是安部就班就好 谨慎安部就班 实在是也没有必要说 特别再去搞一场游行 那这个游行真的是民间自发性 对韩国瑜的愤怒不满 包括这个高雄慧明都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那是民众真的不满 所以我认为 10月21号既然台湾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 大家站出来互相尊重 我们希望这场游行 平平和而的解释 希望平和落幕 但我们看到就是说 你这个霸韩的声势很旺 但是韩粉他们现在也在料化说 挺韩的这个游览车都已经满了 还有一些人就说 我骑机车也一定要去游行 说要号召20万人 那现在真的声势有这么好吗 甚至他们还讲说 如果有作乱 那一定是假的韩粉 他们到底是在打什么样的预防针 不是啊 那个21号这一天 其实坦白讲 那个韩国瑜市场 其实他应该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你今天假如两方面 一冲突的话 那发生事情的话 他还是高雄的大厦长 他还是要负责 还是说高雄的警察局上最倒霉 所以他自己本身 对于21号的这一天的 那个高雄的治安 真的要维护得很好 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说 有任何的什么流血冲突事件发生 那我是觉得很纳闷 就是说高杰 高杰其实你没有必要下架这个影片 因为这个影片 你放在高杰 就做高杰的人看嘛 那你现在把它下架了以后 全国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嘛 而且台湾 台湾的选民 其实台湾人很善良 都同情弱者 所以以前记得 以前好像那个 国民党要办个游行嘛 那办个那个选举的大游行 那那个扁嫂 吴淑珍不是出来讲说 小猫俩 哎呀 一定是叫小猫俩俩 就是因为这个小猫俩俩俩 就把所有的蓝眼整个都激发 激发出来嘛 所以有时候就说 你去把人家的影片下架的话 反而没有帮助到韩国瑜 本来不去了 现在都想要去了 反而害了韩国瑜 那还有一点我就今天满纳闷就说 你今天这个影片要上架之前 一般都是会先审核嘛 比如说任何人要到电视台登广告 那一定会把他的影片拿给电视台嘛 但是人家看了看有没有什么不妥 还是有没有违缓的那个一些 一些我们NCC的规定嘛 是不是有什么脏话 或者不雅的画面啊 所以他一定有看过嘛 看过以后你再准他上架嘛 上去播嘛 那你现在把人家 那个叫人家下架的话 你要不要赔偿人家损失 这个有一个商业的一个纠纷的问题嘛 所以你不管说你夜光时或什么 你撇着爱要不关我的事 人家还是会把这个账记在哪里 记在高雄市政府上嘛 也会把这个账算在韩国瑜的头上嘛 所以其实对韩国瑜没有帮助嘛 你何必搞这种动作 其实我是觉得大可不必 本来台湾就是一个民主社会嘛 假如大家认为说韩国瑜做得很好 出来停他嘛 那罢免一定会失败嘛 那不好 那当然人家那个什么VQ 他就会成功嘛 差那个公告是有差哦 所以你说那个公告有差嘛 反而你现在你看 而且你这样把人家下架以后 我告诉你 那一定是从成为那个 各电视台的政策节目的 讨论的一个什么重心啊 本来没人知道啊 现在病毒全世界都知道啊 对吗 好像被人家讨论了更多天 被人家这样来指点 那反而会激发起那个 VQ他们的一个动员力 好像就是这个媒体在帮他动员嘛 所以对韩国瑜就害处没有好处嘛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 其实韩国瑜的一些团队哦 有时候的一些判断哦 其实很怪 很怪 包括你说啊 好 再来讲到吴思怀 他说要相忍为党啦 然后他会说会更努力的辅选 但问题是李燕秀啊 蒋万安被问到的时候 答案都很模糊啊 冬豪哥怎么看 其实吴思怀将军居然这么优秀 国民党党主席 吴敦一先生应该带着吴思怀 全台湾走偷偷 全台大福选 对 就从台北 这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面开始四思 对不对 带着吴思怀 带着叶玉兰 每一个区域立委 先从台北市开始跑起 中央党部那一区就中山区 讲话在那一区 你就应该要这样做 因为吴主席 吴敦一主席一定觉得 我的部分区名单是对的嘛 我的部分区名单是怎么是错的呢 既然你是对的就拿出来啊 请大家赶快请他们去站台啊 不是啊 不是啊 吴将军的讲法也没错啊 我怎么会是派防毒药 所以你要勇敢地站出来 让大家看到 不要不知道你在哪里 不要用讲的 要走出来 每一 就从台北市开始 每一个国民党区域立委 就去站一下 然后吴敦一主席 也要在旁边陪一下 走完台北之后走新北 你知道选举时间二十几天 要把77个区域立委 跑完要有点时间 既然国民党 就是波音区名单提的这么好嘛 大家都已经吓到不敢同框了 你还叫他们去 不是啊 吴敦一吴主席 吴思怀将军不认为啊